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稍微把它记起来一下 OK 我们今天要讲对称 symmetric 或者是skew symmetry的 还有orthogonal的这个矩阵 我们要介绍这三种矩阵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第一个 到底这些是什么矩阵 我们要先看它的定义式 第一个 symmetric 什么叫做对称的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矩阵 你把它做transport之后 跟自己还是一样 这个叫做对称 OK transport是什么意思 大家记得吗 你把横的 把它搬过来变成直的 OK 每一行都这样子做 那我们来打个example来看看 好不好 比如说这个example 我们这边有 -3 1 5 10 -2 各位看看 以这个矩阵而言的话 我们以对角线 画一条线 那各位你有没有发觉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呢 跳到这边来是一样的 这个这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们做过transport transport就把这一行 横的 拉成直的 一拉成直的时候 1就跑到这边 5就跑到这边 把这个 拉成直的 因为它是第二 第二个横的 我们就拉成第二个直的 1呢就跑到这边 0为此 原位 复2就跑到这边 这个又拉成直的 就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 你会发觉 这一种叫做什么 symmetric ok symmetric的这个 matrix 好 再来介绍下一个 什么叫skill symmetric matrix 它指的是这样 假设我们也做transport 之后发觉 它变耗了 变成原来的符号 ok 变成原来的符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什么 矩阵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举这个 比如说这个矩阵 我们一样把 横的 拉过来变成直的 我们看起来也蛮对称的 只不过符号上有个差别 你看这个9呢 我们一样画出个对角线 9呢 跑来这个地方 但是加个符号 12 负12跑来这边之后呢 加个符号就变正12 20跑来对面 变成负20 但因为你跑过来之后 要正负号 反 相反之后 还要等于它 它自己哦 等于它自己哦 所以在这个对角线的上面呢 你无法 给它一个数字 它一定是0 对不对 要不然你说 它是5 5本来这行在这边 你把transport变成在这边 加负号 5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但加负号就变负5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上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是正5 一个负5 那这个矩阵就不一样 所以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呢 它好像没什么选择了 就代表在一个 skew symmetric的metric上面呢 对角线啊 基本上维持是0的形状 OK 好 再来一个 Orthogonal 它指的是什么东西 它指的是当你把它transport之后呢 会等于它的inverse inverse 我没有亲自教过 但是呢 这个是给大家的作业嘛 对不对 你们今天教的作业 是不是就是inverse的作业 是不是有解inverse 没有啊 inverse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给你们做的 我是叫你们看 但是并没有给你们作业 对不对 好 但是你们自己一定要看哦 因为考试一定会考 知道吗 好 好 我们呢 直接把它inverse transport之后 会等于它的inverse 那这个叫做orthogonal OK 打个比方 当然这个比方呢 除非我们下去验算它 否则啊 我们 不会知道它是这样子的 OK 好 我来这边写个node 一般呢 简单的inverse 怎么算 一个inverse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inverse 假设有个矩正 你对它做inverse 导数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这个矩正的 这个叫什么 determinant 你把determinant的呢 算出来的数值放在下面 然后上面呢 就是它的cofactor 然后再做transport OK 这个就叫做矩正 好 那这个是cofactor of ajk ajk就是它的element 它的元素 OK 你把它对它做个cofactor 所以再做个transport 这个就会得到它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叫做orthogano 好 那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 东西要注意呢 其实是有的 尤其各位在学亮丽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发现 我们常常呢 把一个 wayfunction 我们总是把它展开来 OK 你赶快给我 因为我今天进来比较晚一点 好 然后就不能再拿了 OK 所以呢 我们常常希望 把它分开成两个特性 很 很不一样的东西的组合 OK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来看看 假设我们有一个real real 就是时数 square 就是什么 方形的matrix A 假设它是这样子 那平常这样我都会 我为了表示它是square 我会在这边写上N 乘上N OK 那么它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解离成两项 两个矩阵的相加 第一个矩阵 这个是什么 对称性矩阵 这个是什么 SQ 对称性矩阵 它可以变成这两项的相加 那反过来推倒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R那会变成什么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待会呢 我会 现在紧接着呢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到底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要分成这两个 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 任何个矩阵呢 我们都希望能够放在 Igon Value Problem上面 利用矩阵的特性来解 那我们就搞清楚 这个矩阵有什么特性 它应该有 有怎么样运作 我们希望它运作的规则 跟我们物理世界 所呈现出来的规则 能够吻合 那对一个Symmetric Metrics而言呢 你算出来的Igon Value 我应该把它放在这边 我把这个擦掉好不好 不要不要 重新整理一下算了 写在右边 整理在右边 待会我用左边来 今天的整理的东西 放在右边 Symmetric Matrix OK 我看看我怎么整理 它的意思是 假设 你把它Transport之后呢 会等给它自己 因为我这边 我把Symmetric的 写成R Skew的写成S 所以呢 我前面本来是用AE的嘛 对不对 我现在这边 把它稍微改过来一下 那所谓Skew呢 Symmetry呢 我就把它写成这样 OK 那么 它的Igon Value 会是什么 我们要是 仔细下去算一下 你会发觉 它的Igon Value 一定都是怎么样 实数的 只要是Symmetry 的矩阵 它算出一定是实数 第二个 假设呢 是Skew的呢 Igon Value 它可以是什么样 纯虚数 或者是零 OK 这个是Pure Imaginary OK 它会是虚数 或者是零 所以就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们竟然可以这样子做 把它的实数 跟它的虚数项呢 分开来描述它 那你说这个显然没事干 分出实数虚数 到底是为什么 OK 在下个学期啊 你们第一次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在电磁学上面 当你一个电磁波 打到一个材料里面去 最简单就是在一个真空里头嘛 没有任何电的地方 所以它的行为很容易描述 当你打到一个地方里面去 就这里面呢 有些电荷啊 OK 或它的导电率 并不等于零的状态下面 那你就很复杂了 对不对 好像我们这边在接收 我们的手机讯号 从这个 这个图字大楼上面设下来 非常清楚 但是等你走到山洞里面去怎么样 越到里面去 越不清楚 对不对 到了震当中的时候 可能全部断讯了 除非它有放个增强器 把电磁波倒到山洞里面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电磁波一打穿到 要经过我们整个山体 贯穿山体 进入山洞的这个当中啊 我们山体里面有很多水 也就是说它本身 山体本身就有导电性 一有导电性的时候 它就会对着电磁波反应 一反应 它本来没有事情 现在对着它反应 也就是说 它要吸收一些能量 才能反应啊 吸收谁的 吸收电磁波的 所以电磁波一路进去啊 让一路的东西反应之后呢 最后呢 到了你的手上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强度了 所以你就接受不到 那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 我们发觉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一个办法 就是怎么样 我们凑 凑形式 因为我们知道 在真空里头 形式怎么解是最容易的 那一旦有导电性的时候 就很难解啊 没关系 我们方式列完之后啊 把它改变形式 凑凑凑凑凑成它 跟我们这个形式差不多 在真空的形式差不多 只不过在真空里头的形式呢 我们可能都是实数解 但是这样一凑进来之后呢 它有一个特性呢 就自动的 就可以放在虚数的部分 OK 这个虚数部分就相当于 它能够把你这个电视波 损耗掉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实数虚数就跑出来了 而且不只是在电视学上 可以这样做 在很多地方呢 我们都会用类似的做法 也就是你已经知道一个东西 怎么解的 那你干嘛还在去开发 另外一套解法呢 脑袋坏掉 我们一样化乌鲁 把它变形一下 塞进来 只要这个解法 变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解决 很复杂的问题就好 OK 所以呢 它就有这些好处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再写一个 any real square matrix A 可以写成什么 这样子 OK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告诉我们的 它eigenvalue的一些行为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什么叫orthogonal的matrix OK orthogonal的matrix呢 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啊 我们在讲 矩阵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inverent 一个不变性的状态下面 我们有跟大家讲 一个旋转的矩阵 对不对 假如说呢 我们对着一个 一个轴 旋转 那么 你的物理特性 当然不会改变啊 对不对 那 但是呢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 我们就把原来的坐标系统 乘上这个旋转矩阵 它就可以变成 这个坐标系统 转成θ角之后的 的新的坐标 OK 当然物理的特性不能改变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矩阵 就是一个矩阵 我们乘到 比如说R 乘到一个坐标 这个叫x1 x2 它就会跑出个新的 x1 plung x2 plung的坐标 就相当于 你把这个坐标系统 转一个θ角度 转过来 这个时候的 这个矩阵本身啊 它就是正交矩阵 OK 所以这个呢 请你们回家证明一下 prove it OK 请证明这个是正交矩阵 那就很简单啊 你把它做个transport 它一定要等于它的inverse inverse怎么算 从这边来算 或者是自己回去好好看一下 课本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题题目 要牵涉到inverse 请各位回去 务必把这一个章节啊 好好地把它看完 OK 好 那讲这么多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 orthogonal matrix 为什么它重要 为什么它重要 就好像说 我们来看看这个旋转一样 这个旋转 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 有要求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旋转完之后 物理的特性 不会因为你坐标系统的选择 而有所改变 不会的 OK 比如说一个弹簧 在做剪辑震荡 我不会因为我能站着看它 它是剪辑震荡 我能侧着看它 它就不是剪辑震荡了 不会的 我还是一样可以描述它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物理里面 要学这么多坐标系统 有圆球 柱状 对不对 还有卡式坐标系统 为什么要学那么多 因为我们物理特性 不会因为你选择的 坐标系统而改变 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最容易处理的 坐标系统 最方便的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好 那 Orthogonal的这个矩阵 就是有这个特性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目前是要告诉我们的 我把这个擦掉 就是说它可以造成一些物理现象上面的不变 OK 也不是说它造成 它一定要有这个特性 否则它只是一个数学 我们很难用在物理上面 所以呢 我们来告诉大家 OK 那边那个是第一个理论 OK 这是 OK 第一件事情 假设有两个矩阵 两个坐标系统 我们把它inner product 各位你想想看 假设呢 这边是A 这个是B 你把A.B 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说 基本上是把A投影在B上面 A投影在B上面的量 就是这个量 再乘上B的量 变成一个时数 变成一个存量 那你告诉我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现在坐着看 跟你坐在天花板吊着看 这个层机的数值会不会改变 不会啊 所以假设我们一个描述这种事实的数学系统 不能够维持这件事情 那就代表你这个数学系统有问题 我们不能拿来用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物理里面很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能够维持基本上的这个要求 假设可以维持 我们就可以用 那这边要告诉各位是说 我们Orthogonal的这个Matrix呢 它就有这个特性 好我们来看看 这怎么讲呢 好我们现在假设有两个 Vector的Matrix OK OK 记住哦 我现在将A跟B呢 是写成Vector的Matrix Vector的Matrix本来是很单纯嘛 假设你A呢 可以写成为AX X1 A Y A Y X2 第二个坐标 算了 Y好了 A Z Z 对不对 这XYZ坐标 那我们表述它的方式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矩阵嘛 什么矩阵 A X A Y A Z 类似这样子 我就可以什么 把它各个分量写出来 它就变成我们一个向量 OK 那我现在把A跟B呢 都是Vector 都是向量 但是我用呢 矩阵来表示它 但是呢 我还是只是写A跟B啊 因为我这个又不是课本 课本呢 你A跟B都是出题字 它代表矩阵 也代表向量 对不对 但是我这边没办法 所以我总要找个什么符号啊 来告诉我说 它不是纯量 所以我就呢 先在这上面 画一个尖尖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符号 这是为了方便其间 那它是一个Vector Matrix 在一个R空间 OK 这个空间有N个Dimension 你可能有N维度 像我们XYZ就只有三个维度 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有N个维度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让它Inner Product 我们可以说A Dot B 这是一般向量的写法 那么假设我们要写成一个矩阵的写法呢 我们必须要先将A呢 Transport过来 然后再跟B呢 乘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就不写个Dot了 你看看 假设A是这样子 B是这样子 那Inner Product会变成什么东西 根据我们自己的Inner Product A Dot B就是等于A X B X A Y B Y A Z B Z 对不对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但假设用矩阵来表示呢 我能不能写成 A X A Y A Z 然后再乘上另外一个 B X B Y B Z 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子 不行的 因为矩阵的成绩呢 你发现它根本就没办法乘嘛 第一个横的要乘上 第一个重的 但横的有三个 重的却只有一个 那你怎么乘 你没办法乘啊 所以我们真正的乘法是怎么样 我们把第一个呢 转90度角 把它Transport过来 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它 第一个横的 只有一个 乘上第一个重的 也只有一个 是不是A X乘B X 再来 这个再乘上这个 是不是又变成它 我们就这样子做起来 就会得到 它的一个结果 OK 那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 一个内积 好 我们将这个记起来了 好 我把它写在这边 或者是你颠倒 抱歉 抱歉 我弄错了 我弄错了 应当是要横的 A X A Y A Z 要乘上 这样子才对 B X 用横的表示 我们用重的表示 OK 那B也是一样 那现在只是把X导成这样 所以当它乘上它的时候 刚好只剩下一个数值 A X B X 加上A Y B Y 加上A Z B Z OK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 好 那么现在假设呢 记住哦 这两个都是向量 我现在呢 对它做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呢 就好像 这么有两个向量一样 我拿着一根走了 这根走就正当中了 我把它转一个角度 硬硬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你告诉我 A到B的结果会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嘛 Right 所以我们现在就假设呢 有一个 if there is an orthogonal n乘上n的matrix 我把这个插掉了 这个 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意义 假设有个A呢 它这个orthogonal n乘n的矩阵 那么我们可以先对A作用 先把A转一个角度 假设它就是旋转 转一个角度 那紧接着也把B转一个角度 转完之后再让两个dott起来 结果跟当初dott起来 结果应该完全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 让它做个旋转 我们呢 A在这边 我们对AR 这个vector矩阵 做个旋转 或做个什么样的动作之后呢 让它变成了 U 我们同时把B的这个 vector column的 vector矩阵呢 对它做个作用之后呢 我们把它叫做 V的 矩阵 OK 然后呢 我再让这两个矩阵啊 then 我让U dott V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它会 等于 A dott B 对不对 假设是这样子 就代表这个矩阵啊 你可以对它做任何事情 最后的结果 并没有改变 这就符合我们物理的电证 OK 好 这就像上次讲了 对不对 我们站着吃东西也会往下掉 你倒着吃东西 也会跑到胃里面去 只是慢一点而已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要怎么做呢 好 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从这边开始 我们试试看 好不好 当你要这样做 这是dott的意思 就代表说 这两个呢 你 向量 矩阵 转换完之后 还是向量矩阵 所以我用向量的写法 写dott 我一旦用 矩阵的方式来写的时候 这个U啊 要做个transport 之后撑上这个V 的这个矩阵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样子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U是什么 A 经过 A matrix的转换 的transformation 所以它会是A 乘上A 的transport 乘上 后面的V 是不是A 乘上B 对不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你一旦transport 一展开来之后 一丢进去 一展开来 你发觉 它会等于个别的transport 但是顺序要颠倒 它会变成A 的transport 乘上B 乘上 大A的transport 那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改变嘛 就是A 乘上B 记住哦 我们的目的 这边已经有A乘上B了 A乘上B了 目的是希望这个的转换 转换完之后的内积 跟没有转换之前的内积 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 它就告诉我们 你要达成这个目的啊 中间这两个相乘 一定要等于1嘛 对不对 等于一个单位矩阵才行啊 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达成 你的要求嘛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它是不是就等于 A B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一下 假设A 假设是这个状态下面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要达成这样子的事情 A的Transport 乘上A 要等于I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有这个现象 原因很简单 A什么时候 乘上谁会变成个单位矩阵 被自己除嘛 就是乘上个自己的导数啊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 只有当这A呢 的Transport 要等于A的Inverse的时候呢 这个特性才存在 告诉我 这是什么矩阵 Orthogonal的矩阵 所以对一个Orthogonal的矩阵而言呢 它就告诉我们 它对Inner Product呢 可以保持它的特性 OK 让它的数字啊 整个都不改变 同样的 假设我们有个矩阵 不是Inner Product 只是自己转一个地方 那这个矩阵 这个向量不能改变 OK 这个向量特性不能改变 它只是在坐标上面的 的行为上的改变而已 但是这个量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假设你用一个量来看的话 那是不是 就变成说 假设从量来看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 假设有个矩阵 有个单位向上叫做A A的大小是什么 怎么算 是不是A 乘上A自己 开根号 right 它的大小是不是A Transport乘上A 开根号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假设呢 A是AX AY AZ 那么你的 把它插掉 A的大小呢 就等于根号AX平方 再加上AY平方 再加上AZ平方 就是B式定理而已 没有什么 三维空间的B式定理 我们现在只是把它衍生到N度空间里面去 所以这个自己的相乘的平方 就是自己跟自己内积DOT嘛 对不对 DOT完之后开根号 就是它的大小啦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当你把它转换完之后呢 它也会等于 两个会一样的 OK 它会有这个特性 所以它告诉我们 假如说我们有个矩阵 它自己本身是Orthogonal Orthogonal的矩阵 那么这个时候 它对任何向量 Transform 转换完之后 这个向量本身的大小没有改变 维持固定 转换完之后 两个矩阵的内积的值 也不改变 那我们说 我们来转换这个东西干嘛 现在没事干 为什么要转换 对啊 就是比较好算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你开车 开到半前面三分了 那你怎么办 把你车子当作推土机 当作怪手 硬把它撞开来 然后开过去 不用嘛 我们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好 走了路 最后再转回来就好了 那你怎么转 你总不能转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你的特性都改变了 对不对 变成灵魂了 那这样不行 你还是肉体啊 对不对 还是活着啦 我不要转换过去 我变死了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呢 维持我的特性 它是很好处理 很好 有感觉 很好看到它的特性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了 OK 好 所以呢 讲这个地方 大家了解吗 OK 所以它有两个特性哦 我这样写起来是比较 好像没有系统化 对不对 不过没关系 我把它写在这边 假设一直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将它的结果写起来 第一个 U DOT V 要等于A DOT B 经过转换之后 还是维持原样 第一个特性 第二个特性 U 向量 U这个矩阵的大小 又等于 A这个向内矩阵的大小 转换前 转换之后 大小是不改变的 这个就是 正交矩阵 所带来的好处 OK 所以呢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正交矩阵啊 我们开始把它写下来 Falcon的意思就是 这个矩阵的inverse Transpose 要等于这个矩阵本身的inverse OK 那这边都写 我先写一下 但是我们还没有讨论它 但是呢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Othogonal Transformation 假设我们用它来做 Othogonal Transformation的时候呢 它会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Inner Product Invariant of Inner Product 对不对 好 这是它第一个特性 我们还有 好几个特性 要讲下去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 好 假设我们有一个矩阵 它是real 而且它是什么 square matrix 它是什么 Othog normal 它是一个 好 假设有一个矩阵是这样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个矩阵呢 我们先这样子 我们先这样子看待 假设有一个矩阵是这样 A11 A12 A13 这样下来 A21 A22 A23 这样下来 然后这边一直下来嘛 对不对 这个叫做A好了 假设这个叫做A 那现在呢 我们常常会把这一条定做 它的column vector OK 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写成 类似这样子 这叫A1 这个column vector A2的column vector AN的column vector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 记住 每一个A1代表 就是这一串 就是它 OK 也就是A1 就是等于 A11 A21 一直到A1 的这个column vector 我把这一叫做它 这个叫做它 这个叫做它 最后一个叫做它 OK 而且呢 我们要求一件事情 因为Authanormal 这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说 它的大小 要等于1 它的大小一定要等于1 所以当你做完 发觉它不等于1的时候 又把它怎么样 Normalize 这个我们待会再讲 OK 我们让大家看看 假设你有这个特性 一个A啊 可以写成这样子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每一条都这样 而且它的大小呢 是1 这是什么意思 A11的平方 A21的平方 再加上 ANN的平方 开根号 通通都要等于1 就是它的长度 要等于1的意思 假设是这样子 你能够把它写成 这种形式的 那么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把它自己 这么多个 Vector 随便找两个 相乘 那当然你可以写成 矩阵的形式 比如说这两个相乘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它只能够有一种状况 Dilta JK 当这两条除了自己 跟自己乘之外 你知道跟别人乘的 得到结果通通通都是你 那自己乘起来 就是算它的大小 就是1 OK 它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的 一件事情 好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证实 这件事情 OK 它已经告诉我们 A是个什么 Real N乘N OK Authanormal Matrix 所以就吻合下面的 这些表示式 那么呢 不管是怎么样 任何一个矩阵 它的导数乘上自己 当然就等于1 这还用讲 在1里面呢 就是个单位矩阵 这单位矩阵呢 各位要忘掉它长什么样子 告诉各位 就是对角线都是1 其他通通都是0 这个叫做1 OK 那么它当然就等于 第一个的 Transport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一定会等于它 那为什么中间 可以放进去这个 因为这个本身是 Orthogonal的一个矩阵 Orthogonal的意思是什么 Inverse 要等于Transport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子写下 也同样的都吻合 我目前的要求 又因为它的大小是1 所以呢 它的 对角线上面的数字 都是1 OK 所以这个是题目告诉我们 所以我可以写个因为 这是它的特性 我只是重复一次而已 所以呢 现在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OK 我看看 做一件事情是这样 我们I呢 我们重新写一下 是不是等于这样子 对不对 它会等于它嘛 它又因为是Orthogonal 所以当然可以写成这样 到目前为止 都只是照钞而已 那我希望把这个 写清楚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本来这个矩阵的本身 A呢 可以写成这样 这么多个矩阵 每一个都是Column的主意 那左边这个要transport 对不对 所以呢 就代表它这个呢 要变成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做呢 有点不太对 为什么呢 这个只是说 我把这一行 这一行 这一行 本来是这样排下来 现在把它转成这个样子 但事实上 我还要再这样transport 才对啊 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转转看嘛 A已经在右上方了 对不对 我现在开始把它 做个A transport 假设根据那个的话 是不是 横的 要变成直的 A1-1 A1-2 一直到A1-N 第二行横的 要变成第二行直的 A2-1 A2-2 A2-N 对不对 其他一直下去 这个才是transport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有说了 A1指的是什么 这一行的这个矩阵 对不对 其实我1代表的是 后面的这个index 所以那个跑来这个地方 对不对 跑来这个地方 告诉我 这一条 是不是A1的 这一条重的的 转过来 是不是transport 所以它就是它 那么这一条呢 本来是A2了嘛 A2本来是这样子 本来是这一条 它现在呢 变成 这一条 在第二个位置 所以是第二个位置的transport 对不对 我同样把它写下来 OK 然后在层上 原本没有的 对不对 层开来之后 会变成什么 层开来之后呢 它会变成 会变成 一直下來 這個東西要等於什麼 根據我們這邊 一路等號等下來 這邊等號最左邊是什麼 I本來就是要等於I 對不對 我們把I寫一下 一 零 零 零 一 零 只有對角線的地方是一 只有對角線的地方是一 其他通通都是零 所以是不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A1 等於A2 一直等下去 AN 通通都等於一 其他 不相干的 或者是這個我幫他叫做 A J Transport的 A K When J 等於K 其他 A J Transport 成長 A K 會等於零 If J 不等於K 那麼 是否就是寫出我們上面講的這件事情 OK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這個 整理在這邊 假設A的本身呢 是個 Real N乘上N的Square Athonormal Normal Metrics 那麼 它的 每一個呢 Column 或者是Row的Vector Column Enroll Vectors呢 要遵守以下的這個規則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緊接著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很想要知道 The Determinant Of And Orthogonal 這個證交矩陣 它的 行列是值等於多少 OK 我們很想要知道一下 OK 這個很容易 我们先從個地方開始 經過幾個計算完之后 你拿來算一算 就發覺它好像都等於1 果正每個都等於1嗎 有問題嗎 第四個 对 謝謝你 那我們看看 是不是等於1 假設是1 代表什麼意思 1呢 一定是 I的行列式 I就是 對角線都是一樣 那當然它的 行列式值就等於1 假設這樣子 對我們而言的話 它是不是就等於A 乘上A的Inverse 對不對 管它是不是Orthogonal 但是 它現在告訴我 它是Orthogonal 所以 這個一定可以寫成為 A的Transpose 也就是Inverse 變成Transpose 為什麼 因為它是Orthogonal 假設可以這樣子 我們就更進一步 Determine了兩個相成的 的行列式呢 就等於個別行列式的相成 一個行列式呢 你把它 你把它中的 橫的變中的 中的變橫的 無所謂 因為對它不會有 有什麼差別啊 所以呢 它又等於它 自己 對不對 也就是說 這個呢 跟它是一樣的 所以呢 它是不是又變成 自己Determined的 當 的平方 它又等於什麼 推到最後 變成1耶 它又變成1 那是不是告訴我們一下 對於這種 正交的矩正呢 它自己本身Determine的 可以是正1 或者是負1 對不對 所以我們第三 Determine A呢 等於正1 或者是負1 這個是它正交 很重要的 一些特性 OK 好 最后一個呢 第五定理呢 我們不證明了 我们告诉各位 它的EigenVector 我們講了 EigenValue EigenValue 讲了這麼多啊 还没有讲 它EigenValue 到底是什麼 EigenValue呢 它呢 必須要是怎麼樣 它可以是等於Real 時速 或者 Complex Conjugate Impairs 或者呢 它一定是負數 而且是兩個 成對成對出現的負數 OK 而且呢 它的Absolute Value 一定要等於什麼 E 這個是它們的特性 OK 所以呢 今天介紹了 到目前我也介紹三個矩阵 對稱 Skew Symmetry 跟Orthogonal Orthogonal非常重要 它告訴我們幾件事情 第一个 它對任何一個矩阵的相成 任何矩阵本身的大小 经过它的转换之后 它都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用在物理系统上面 而且呢 假设我们把它写成一个 Orthogonal的一个metrics的时候呢 它的Column The Factor呢 彼此都要整交 难怪它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 正交矩阵嘛 OK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它的Determinant 它的行列是指呢 不是正一就是负一 只有这两种 那 再来它Igon Value 可以是史数或者是虚数 一旦是虚数的时候 一定是 它 跟自己的Complex Conjugate 另外一个呢 成对的出现 而且呢 绝对只要等于1 OK 好 所以呢 几个简单的Homework呢 请大家回家做一做 OK 请大家回家做一做 这边很简单 只是讲一讲它的一些 基本的特性啊 等等的这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来我们再来 我们现在呢 继续下去 我们再介绍一些特性 我们已经将这些特性了 稍微写在最右边的黑板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写那些特性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只写了Igon Value 它大概是什么 对不对 Igon Value啊 Igon Value Igon Value 那它Igon Vector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能不能知道一点呢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来跟大家讲 几个重要的东西 OK 我们来讲的Igon Basis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想办法将我们的问题啊 把它转换到一个空间上面去 这个空间的每一个维度呢 都是针对你问题的特点来思考它 有什么地方很需要这个 当然就像我们之前提出几个例子啊 假设你做生意 你很想要知道 你今天赚钱 比如说你这个学长他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钱呢 他的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你希望把各个独立的原因找出来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 一样画葫芦来做的话 maybe哪一天呢 你可以捐得比他更多 对不对 那不是很棒吗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在我们晶体上面 在我们物质的结构上面 我们常常发觉 比如说好了 一个东西它是方的 你说这种 xyz坐标就好了嘛 没有错 但是有些东西不一样呢 比如说好了 我把方形上下夹住 这样一推 变形 本来方形是这样 我现在变形成这样 其他的呢 不动 OK 这个叫单写 别人的晶体 monoclinic 因为夹住 只往一边写 假设你把对角线 这个跟这个抓住 一拉 那就是三个锤子的 一拉就通通都变成斜斜 对不对 就变成三斜 OK 当你是这样子 一个金格的时候 我如果去描述 它当中的一些周期性呢 你说我可以用xyz 坐标来描述 哇那很麻烦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它的周期 是沿着这个方向 再重复 可不是沿着你 这个方向再重复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把我们眼光 通通转到 这个结构上面去 那那个时候 我要看 我要讲的 这个特性的坐标 可能跟xyz坐标 就长得不太一样了 而是符合它那个形状 等等的 我们有各个地方 可能都需要用到 OK 就像前天讲的 你们之前一个西尊 他就去量这个 脉搏 对不对 他就把它矩阵 算完之后 发觉呢 他可以求出几个 独立的变数出来 这几个独立的 就代表着 身体某些器官的行为 哇那很棒啊 对不对 他怎么可以找得到 如何来做到这件事情 那举生可以帮我们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做这件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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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n乘上m的矩阵 它的eigenvector呢 可能 没 或者是没有办法 它能不能够变成一个空间的basis呢 它能不能这样子 我们不晓得 它可能 或者是 它可能做不到 假设 if 一 二 一直到 第n个 假设它存在的话 那么 the transform 假设呢 有一个 matrix 你把它 计算出它的eigenvector 也刚好 eigenvector 形成一个eigenbasis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拿这个matrix 去对着 一个 一个系统 把它转换过来 比如说x 把它转换到y来 假设你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是 事实上 任何一个这个系统 都可以用这些小的eigenvector 来做线性组合 都可以这个样子 这就好像说 你可以对这个系统 把这个 这个系统 你要探讨的这个东西呢 对着 你本身 a的这些eigenvector 形成eigenbasis的 这些eigenvector 都展开来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样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很多好处 假设 这个是 赚钱的 一个原理 或者是一个什么的 反正礼拜四 看你们的学长怎么讲 这个是你的市场 那么 当你把它展开来之后 它可能会变成几个特质 比如说你店面的位置 里面灯光的气氛 店员的态度 店外面有没有狗屎 好多项 假设都是很重要的 你就可以把它列起来 就变成你可以赚了 钱的一个保证 那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假设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找得到 那么我们很多问题 就可以从这边 找到它的根由 那假设可以这个样子 那就很明显的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告诉我们呢 比如说我们把y呢 写好它这是大X 对不对 那大X我们不是可以用 很多小的来算吗 OK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 运作进去 C1是常数吗 这是线性带 线性组合 C1可以提出来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那这是什么 X1是A的 Igonvector One of the Igonvector 那两个弄起来 不就是变成 我们以前所知道的 Igonvector problem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 这样子 对不对 那最后面呢 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经过转换之后呢 它可以很单纯的看得到 除了这个linear combination之外 这个一作用上去呢 就是相当于 个别的Igonvector 乘上自己的Igonvector 之后的线性组合 就变成新的系统 后来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 这样子写是比较完整的啦 或者是 我们喜欢写漂亮一点 用summention的 只要简简单单的一行就好了 你看多漂亮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A就可以放进来 summention I CI A XI 反正我放个瓜谱 也无所谓啊 所以最后面呢 就变成CI Lambda I 就变成这个样子 OK 好 我们把这个操作呢 把它记在心里面 OK 这个操作把它记在心里面 那现在我们来讲 第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我先不证明 因为课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OK OK 假设说今天的状况很特殊 我们解出来的 这个A的Igonvector Igonvector 它是怎么样 好吧 它解出来Igonvector呢 每一个都不一样 没有重复的 所以是N个Distinct Distinct就是说 可以分别的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告诉你 这几个 记住哦 你有N个 N乘N的矩阵 你有N个Igonvector 你不要说 它只有N-一个Igonvector 不行哦 Number一定要一样 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这几个Igonvector呢 刚好 就可以形成一个Igonvector 就可以形成一个空间 RN的空间 的Igonvector OK 就像XYZ 只有XYZ 假设有N个呢 我们叫X1 X2 X3 一直到XN个维度 那么它就可以形成这样 好 这个呢 我就不证明了 那我们呢 再看第二个 它的特点 一个Symmetric Metrics 哦 这边看得到一个 很重要哦 一个什么 这个叫什么 Symmetric Metrics 对称的一个矩阵 OK 就是那边 最上面的那个 对一个对阵矩阵呢 你可以找得到一些呢 Igonvector 由它的Igonvector 来组成了一个Igonvector 而且Igonvector 这些Bases 当中呢 它是正交的 而且大小是等于1的 形成了一个空间 OK 这想想也很单纯嘛 假设我们要找一个空间 XYZ 我当然希望说 X上面的单位 相当是1了 我管它多长 就叫做1嘛 对不对 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由它Igonvector 而且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量的大小呢 是等于1的 好来 我们直接看例子比较快 假设有个对称矩阵 5335 OK 那我们怎么来求它的Igonvector 很简单 先说Igonvector是什么 Igonvector就是 Igonvector problem 就是A X 要等于Lambda 大X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的很简单的 A减掉Lambda乘上I 的行列4 一定要等于0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Lambda求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为什么 5减Lambda乘上 3 5减Lambda的行列是1等于0 会等于什么 5减掉Lambda 平方减掉9 对不对 5减掉Lambda是多少 25减掉10Lambda 再加上Lambda平方减掉9 等于Lambda平方减掉10个Lambda 再加上16 对不对 那这整理一下会变成什么 82 Lambda减掉8 Lambda减掉2 要等于0 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有Lambda1等于8 Lambda2等于2 它会有这两个 好那Lambda等于8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求出 这边已经求出AgenValue了 怎么来求出AgenVector呢 很简单的把它带回原来的式子里面去就知道了 我们把它带回来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怎么样 就会变成为A 这个呢 我把这个重新写一下 写在上面写漂亮一点 A大X等于Lambda大X 它会等于A减掉LambdaI 乘上大X等于0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A减掉LambdaI 就是5减掉8嘛 负3 3维持3 3维持3 5再减掉负8 负3 那这X呢 假设它只有两个维度 因为现在只有2乘2 所以它只有两个维度 X1跟X2 它乘起来结果要等于0 告诉我 这个是X1X2 分别是等于什么 什么时候它会 让它永远等于0 简单吗 这两个一定要一样 对不对 这两个都要一样 假设它都是1好 1乘1 负3乘1加上3乘1 就是负3加上1 0 3乘过来 3乘1等于1 负3乘1也是等于负3 加起来也是等于0 只要这两个一样就对了 所以它告诉我们 第一个 可以写成什么 1 最简单的写法 你要写2也可以 3也可以 4可以 5可以 管你的 反正只要这两个一样就可以了 但是假设我们希望它 被normalize 它的长度变成1 假设有个作标系统 它是1 1的 告诉我们它长度多少 根号2嘛 就不是1嘛 那简单 我们通常把它除以 根号2不就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它进化一点 它是不是变成根号2 这就是得出第一个 属于它的 eigenvector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λ2等于2了 我们怎么办呢 好一样 带进去这个式子 5-2变成3 3-3 5-2变成3 然后这边是第二个 x1plung x2plung 要等于0 那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 它们两个会等于0 只要这两个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 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是告诉我们 等于1或-1 管你是-1 1或1或-1 都可以 但是它的大小 又不是1 所以normalize 我们就得到 这两个 eigenvector 对不对 第一个 第二个 但是解到这边 只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解出了 两个 eigenvector 我可以把它的大小 normalize成1 这两个可以形成 一个空间的basis吗 空间的basis 起码要要求 这两个 eigenvector 互相独立 我x走上的投影 投影在y上 可以有个长度吗 可以吗 不行啊 所以这两个 一定要正交 对不对 两个向量正交 就是把它倒得起来 刚刚它是不是等于0 那就简单了 我们把这两个倒得起来 倒得起来 算在哪边 算在这边好不好 所以这个要倒得成它 那 这个要先transport 对不对 transport了 它就变得 更好二分之一 更好二分之一 乘上 更好二分之一 跟负的更好二分之一 告诉我 这等于什么 它乘它 变成二分之一 加上它乘它 变成负的二分之一 等于0 果真两个正交 所以它告诉我们 上面的这个 假如说我们现在 正对的是一个 对称的矩阵 那么它的 eigenvector呢 本身呢 就是个正交的 我们只要把大小 normalize成一 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 另外一个空间的 rn这个空间的 basis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可以更进一步的 稍微写一下 哦 太棒了 然后它的 eigenvector 它是什么 orthonormal OK 彼此互相独立 互相正交 而且大小 我们可以把它设定为0 所以它就可以形成一个 空间的 的坐标系统 OK 好 讲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